英國電影界最重要的獎項 英國演藝學院電影獎十九號公佈了入圍名單 今年提名最多的影片不是英語片 而是德語片 西線無戰士 德國導演愛德華貝爾格的西線無戰士 入圍的獎項除了最佳外語片外 還包括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 最佳改編劇本 最佳攝影 最佳男配角等共十四項 吹評了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 2001年在巴弗塔締造的十四項提名記錄 而媽的多重宇宙跟愛爾蘭黑色喜劇 印尼社林的女妖則分別獲得了十項提名 個人演技獎項方面 才稱霸金球的楊子瓊 再度以媽的多重宇宙入圍本屆巴弗塔最佳女主角 但其他入圍者實力也很堅強 其中包括了本屆金球獎 戲劇類影后的澳洲女星凱特布蘭奇 楊子瓊是否能抱回影后獎座令人期待 另外抱走本屆金球獎 音樂喜劇類影帝的克林法洛 再度靠著印尼社林的女妖入圍影帝 可是憑著貓王艾維茲一片 拿下金球獎戲劇類影帝的奧斯林巴特勒 以及我的金魚老爸的布蘭登廢血表現也相當出色 到時影帝獎落誰家 恐怕要讓評審們大傷腦筋了 華日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 完成了